据说如果把尸体藏在汽车里 就会散发出湿臭 即使进行了彻底清洗 臭味也会一直存在 而从前有对男女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 死在了超跑里 并且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由于湿臭一直不能清理干净 最终导致这辆跑车几乎白送也没原药 可车里的湿臭味真的不能去除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经理自掏腰包买下了一辆全新的二手蓝箔金银 并决定将它变成藏尸现场 看彻底清理之后的超跑还有没有人接盘 亚当本想在评论区中抽个幸运粉丝贡献自己的身体 但死活都没有人愿意 所以刘炎祖只能搞来两只腐烂的二师兄 为了避免被尸臭熏道 他们穿上了防化服 而就在搬运尸体的时候 浓烈的气味让周围的吃瓜群众忍不住要吐 可亚当和吉米顾不上邻居们的白眼 直接将尸体塞进了超跑里 之后他们用胶带将汽车完全密封 并用铁锁将车门锁住 以防止街头流浪汉偷走车内的猪肉 但等一切煮好之后 亚当依然能闻到泄露出来的尸臭味 于是他们把跑车推进了集装箱中 接下来他们将用两个月的时间 让尸体在车内充分发酵 而在此期间 他们为了学习清除尸臭 还专门请来的凶案现场清理专家 并且这位专家表示自己每天至少要处理三个校园案件 经过两个月包吃包住的学习之后 亚当和吉米已经能将凶案现场清理得毫无痕迹 可他们又能否把车内的尸臭清除干净 然后将汽车卖出去呢 等时机成熟之后 他们打开了集装箱 然后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清理工作 可等吉米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极度上头的气味熏得两人满脸通火 而更可怕的是尸体的腐烂程度远超他们想象 黏糊糊的湿水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 于是他们先将跑车从集装箱里推了出来 把剩余的湿水残渣清理出来之后 他们拆除了跑车的所有零件 以便更好清理车内每一个死角 而这种清洁剂含有的酵素成分能与动物组织产生化学反应 从而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 可即便经过反复清洗之后 超级跑车已经剩下空壳 但刺鼻的湿臭依然非常强力 因为气味一旦进入空调系统就很难被清理干净 那如果尝试将这辆超跑卖出去 又会不会有大冤种上当吗 为此他们还特意给汽车做了美容 然后拍好照片发布了广告 并且以近乎白送的价格来吸引买家 可等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买家 然而当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他就被熏得连连后退 尽管吉米一再承诺只要买车就以身相许 但最终还是谈崩了 并且接下来的十几个买家都是同样的情况 直到一个月以后 一个眼镜小哥决定以800美元的价格充当这个冤种 原因是把他当废品卖也能赚个不错的差价 可见一旦车内收藏过尸体 腐烂后散发的尸臭是很难清理干净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据说如果子弹击中汽车油箱 只要点燃露出的汽油 火势就会顺着油机引爆汽车 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首先需要测试燃油的蔓延速度 他们将三种常见的燃油 分别在金属板上喷出七英尺的油机 然后从一端开始点燃 看火焰到达另一端需要多长时间 首先测试的是汽油 当亚当点燃油机后 火苗在1.5秒内全部燃烧 接着他又将柴油喷在金属板上 然而不管喷枪如何燃烧都不能将其点燃 因为柴油只有在气化后才会燃烧 最后测试的是喷射燃油 但结果也和柴油一样无法被点燃 显然汽油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 而为了验证油量对燃烧速度的影响 他们又在金属板上喷上更多的汽油 但燃烧时间依然保持在1.5秒 所以汽油的燃烧速度和油量无关 亚当通过计算器反复计算之后 得到汽油的燃烧速度为每小时3.17英里 几乎和正常走路的速度差不多 下面他们将在安全的试验场进行小规模实验 吉里制作了一个小型遥控汽车 并在上面安装了漏油瓶 当遥控车向前行驶 身后就会形成一条油剂 亚当点燃了地面的汽油 但火势并不能追上遥控车 为了确认现实情况下油箱重荡后 能否形成连续的油剂 他们用两种常用口径的子弹 对油箱进行了设计 而结果显示 弹孔大小分别为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五英寸 接下来他们将用真车进行实验 看点燃地上的油剂是否真的能引爆汽车 下面留言组捡来一辆不要钱的皮卡 并将装满汽油的油箱用支架固定在车后 而油箱上有一根小口径弹孔大小的漏油管 当吉米启动皮卡车向前行驶 亚当则点燃地上的油剂 但火势燃烧得非常慢 吉米根本不需要踩油门 于是他们换上了八分之五英寸的漏油管 这次吉米将车速降到了五英里每小时 火势依然落后于皮卡 但亚当却犯了致命错误 他忘记通知吉米加速 导致漏油管被点燃并且已经无法摆脱 最后用灭火器才阻止了更大的事故 通过这个失误让他们发现 越是靠近油箱的火势烧得越快 这是因为新鲜漏出的汽油挥发浓度高 从而更容易燃烧 而时间久了挥发气体就会散开 导致燃烧速度变慢 最后他们来到了专业场地再次实验 这次他们将以20英里的车速进行测试 当亚当点燃地面的汽油 刚开始火势还能沿着油寄燃烧 但在100英尺后火势逐渐熄灭 因为车速加快导致油寄太细并且已经毁发 从而无法继续燃烧 然而实验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们决定玩一场刺激的 直接让火势追上油箱 看这样是否会发生爆炸 然而结果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大火已经完全将油箱包围 但还是没有出现爆炸 吉米分析是因为汽油本身并不会爆炸 才能达到爆炸条件 最后他们将油箱盖子打开 并放入仪器来检测气体的比例 当达到爆炸条件时 亚当立即点燃地上的汽油 然而再次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大火很快引燃了油箱 但还是没有发生爆炸 因为汽油蒸汽很快就超过了爆炸上限 所以点燃地上的油机并不会引爆汽车 但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尝试 据说有个香巴佬在乘坐飞机时打了个电话 结果导致仪器故障发生了坠机 难道手机信号真的会干扰飞机的电子设备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来到了旧金山国际机场 并决定在登上飞机后偷偷用手机拨打电话 看会不会导致坠机事故的发生 但这样很可能会让自己成为所有乘客的陪葬品 所以他们准备自己搭建一个飞机驾驶舱 于是两人来到了飞机回收站 然后在这里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 并且这些设备能够组成飞机的地对空通讯系统 为了让实验显得更加专业 他们还花重金买下了一个危损的驾驶舱外壳 但回去之后却发现自己并不会组装 所以他们专门请来了航太专家 并在专家的帮助下组建了飞机的通讯系统 而为了测试设备能否接收塔台的信息 格兰拿着天线爬上了升降机 然后尝试向16公里外的机场发射信号 很快一气就接收到了反馈信息 但手机到底会干扰飞机的通讯还是让仪表失灵呢 由于肉眼无法观察电磁波信号 实验中他们将用波普分析仪进行检测 同时也会用可调节的信号发声器来代替手机 以便能在实验中测试不同频率和强度的信号 而为了避免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 他们用黄铜网搭建了一个法拉地巷 将它放进铁箱中就能屏蔽空气中的杂乱信号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在里面开始了实验 眼前的这个仪表能显示飞机与跑道的相对位置 如果指针出现了摆动 则表示将会发生坠机事故 刚开始测试时仪表并没有出现任何情况 但当它将频率调整至800兆核 这时指针开始出现明显的摆动 而这刚好是手机的常用波段 所以当前的实验结果显示 手机信号可能会影响飞机的仪表指示 可它又是否真能干扰飞机的通讯呢 接下来他们进行了第二轮测试 下面留言组将安装有通讯系统的驾驶舱固定在卡车上 然后将车开到了机场的周围 并且用飞机上的设备向塔台收发信号 同时格兰会用手机信号进行干扰 而凯莉和托瑞则密切关注仪表的反应 但还没等他们开启信号发射器 仪表的指针就开始左右摆动 于是他们立即将车停了下来 然后决定在静止状态下再进行测试 可很久之后指针依然没有稳定 专家表示可能是因为组装设备的性能存在问题 所以留言组不得不用真实飞机进行实验 之后他们托关系搞到了一架小型商务飞机 而这架飞机刚好具备最先进的航电设备与显示器 但为了避免飞机遭到留言组的暴力破坏 机长要求他们只能在停机坪展开实验 接下来格兰将设备搬进了机舱 并尝试用手机拨打电话 以此来干扰飞机的信号传递 可当他使用多款不同手机测试之后 竟然没有一个手机能对飞机的通讯造成影响 即使格兰尝试增强信号的强度 飞机也依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这是因为现代飞机上的所有线路都装有屏蔽层 理论上不管什么信号都不会影响飞机的安全 毕竟手机的信号是最有可能干扰电子设备的 所以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规定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跋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吊扇砍掉了脑袋 可我们头上的吊扇真有这么危险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来的几种常见的吊扇 但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托瑞只能用猪脊骨制作了一个乳胶甲人 并在倒膜时放置了装有红色墨水的软管 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时血花飞溅的效果 实验时他们会将假人从吊扇下方升起 看扇叶能否将人头砍断 而首先测试的是普通家用吊扇 等托瑞将假人固定好之后 他们启动吊扇开始砍头实验 可扇叶当接触假人头就被逼挺 不但没有削掉脑袋 甚至没能切开皮肤组织 于是他们改用动力更强的工业吊扇 并让假人以平移的方式让脖子接触扇叶 看这样能否造成致命伤害 当杰西拉动控制的绳索 扇叶瞬间就割破了假人的颈动脉 虽然没能让他脑袋搬家 但如果是换成真人实验 估计会有一点点疼 为了达到流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 托瑞将割草机的发动机拆下 并决定用它打造一个超级吊扇 而杰西则将钢制扇叶打磨锋利 以便达到更好的杀伤效果 等他们组装好吊扇之后 托瑞启动了发动机 当脖子接触扇叶的瞬间 巨大的冲击力将假人甩飞了出去 而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锋利的扇叶几乎将假人喉咙砍成了碎片 尽管脊柱依然没有锻炼 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所以大家在吹吊扇的时候 一定要多抬头留意